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跟那块金 那块村 那点劲 连小母哥那个劲都屎上 想发声 它也发声不了 您信不 这就叫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这个艾未未被放出来了 终于说话了 德国之声采访他妈一篇文章来透露出艾未未受的什么酷刑 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高英说艾未未所受的是另外一种酷刑 高英的实际就是艾未未的母亲 艾青的太太 文章提到说德国之声采访了艾未未的母亲高英 那高英说艾未未的姐姐高格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艾未未所遭受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酷刑 文章提到7月14号艾未未的姐姐高格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那其中他披露了一个词叫做斯坦福监狱试验 这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大楼的地下室里的摩尼的监狱里面 进行了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 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的研究 这是一个研究的课题 那在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 那文章里提到艾未未遭受的酷刑就是这个试验的真实吧 高格在接受采访时说 艾未未当时被关在一个只有一张床的狭小的房间里头 而这个房间只有一个窗户 那在被关押的81天当中 每分每秒都有两个警察在监视他的活动 在狱中为了锻炼身体 艾未未在只有六块瓷砖的狭小的监狱中来回走步 他自己估计在监狱里他走了600英里 身体减轻了30磅 这个房间有一个被封住的窗户 还提到说艾未未的监狱里面24小时灯是开的 只有一张床 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有桌子 没有椅子 没有书 没有书报 没有广播 没有电视 没有一张纸 没有一个笔 监视艾未未的两名警察寸步不离 但从不说话 三小时换一班 他们就那么瞪着眼睛看着他 视线从不离开 包括艾未未上厕所 两个警察也在这么监视他 包括艾未未洗澡 他整个一生所追寻的 就是自我价值的展现 个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 正是针对他个人这一点 中共极其邪恶就把他个人的自由完全限制住 文章里还提到说 你不能想象永远有四只眼睛 永远在盯着你的感觉 不管你做什么都这么盯着你 想象之下如果你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站在你床边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你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心灵能不崩溃吗 所以警察您说他能不邪恶吗 他就为了这个工资干了这种事 您大家想一想 那是人干了 所以文章里就提到说 什么是这个艾未未说的九死一生 就是说有两个人整天站在你的身边 而从不说话 无论你是洗澡睡觉 他都这么盯着你 灯泡永远开着 这是一种酷刑 这是一种真正的酷刑 针对艾未未个人自由的一种酷刑 如果艾未未遭受这样的酷刑 其实我提醒一句 你能体会到法轮功学员能遭受什么样的酷刑吗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关键的对比 但是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12年遭受这样的酷刑 他们依然坚持到今天 这就是拥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 大家能够体会出这种差距 那文章里也提到呢 艾未未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了 这个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 那他的母亲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看来艾未未在今天共产党的中国是待不了了 那高英也提到 他们曾经希望母亲能够跟着 跟着他们一起移居到海外去居住 那高英爱青的遗孀怎么说呢 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现在也想移民了 我没有办法了 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才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真的是动摇了 所以孩子们也说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他说我如果离开就会抱着老伴的骨灰一起 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一再说过 太子党是非常魂囚的 今天中共当官的这些人 你只要抱着中共不放 你就是个魂囚 就像我曾经提到 太子党薄熙来是非常典型的 那这些太子党他们的父辈是被共产党迫害过的 他们的父辈被共产党迫害之后 今天他们死抱着共产党不放 什么样的子孙干这种事呢 但自己的父亲被这个体制害了 自己却在维护着这个体制 而作为爱卿 这是中共的一代的这个诗人 这文学文文化诗人 是他的精英 教育着我们在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着他的诗 但他今天呢 他的遗孀不得不抱着他的骨灰 跟他的孩子要离开 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谁在说爱这样的国家 谁就是助纣为虐 我们都是中华子孙 但我们绝不是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囚徒 这是非常关键的概念 奥巴马见了达赖喇嘛 这是达赖喇嘛去掉这个所谓政治上的这个职务之后 那获得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那当然中共在第一时间有所反应 那世界媒体对这件事情也有所报道 BBC是这么报道 中共对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 反应强烈 文章就提到说中共讲奥巴马会见了达赖喇嘛 这种事情是非常的要谴责的 谴责美国损坏了中方核心利益 啥都是他利益 啥都是他核心利益 他这个核心的利益 关键的问题就是爱国主义 用爱国主义给大家伙洗脑 谁秉承着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说法去爱国 就是拿洗脚水洗了脑了 但是白宫明确表示说 这次会面显示出奥巴马总统坚决支持 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特征 也是保护西藏人民人权本身的立场 那达赖喇嘛代表的是西藏藏传佛教当中的 四个分支当中的皇教 那达赖喇嘛跟班禅是皇教的本身的两个护法 而这两个护法在宗教当中真实的背景是 达赖喇嘛就是我们常人说的这个观世音菩萨 我们普通中国人大陆人说的观世音菩萨 而班禅就是我们说的无良佛 如果你真的是到庙里去烧香 你真的相信有财神 你相信有财神 你就应该相信有这些 如果你相信有这些 你还敢骂他们这些本身这些神吗 但他为什么敢干这种事情 就是今天在大陆 人们普通社会普通人的价值观念 价值理念什么都没了 完全是混乱的 但人又是精神的 所以人是精神的 而价值观念混乱了 所以才出现这种状况 而另外一个典型的特征和表现的话就是唱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价值混乱的红歌传唱 说的非常准确 文章提到说 这次唱红当中有两首歌唱的贼红 一个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另外一个叫新歌就是江山 说这个是最最斗嗝的地方 他为什么叫斗嗝呢 下面这么解释 那写这篇文章的人姓冯 是香港人 他是这么说的 恐怕我们不知道 颂扬理想社会的歌原本是另有价值的 因为一曲一词在钻进耳朵里面的时候 他讲团结就是力量 他说引着人们进入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 那团结就是力量当中有这么段歌词 向着法西斯帝国主义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所以其中有一句话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这是建党伟业 这应该是唱红最根本的地方 这也是有朋友说 建党伟业他不许你建党 他唱民主维护民主不许你民主 这是共产党贼邪恶的地方 这就是价值混乱之后 人们表现出来 所以你说他是人吗 他根本不是人 他不是人才会干出这种事 就是我说的 挺好的人 你抱着共产党一去 你就不是人了 你想是人都难 而什么东西驱使你这样去做呢 保护自己的利益 放纵自己的欲望 维护自己 不关心他人 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 这也就是中共送扬的地方 这也就是真正普通中国人的传统的东西丢掉之后 精神空虚之后 无神论之后 变成了一种魔和鬼的表现的 人中表现的一种现象 那文章里呢也采访了包同 包同呢就提到第二首歌的歌词 他这么说的 第二首歌讲 打天下坐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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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首词呢翻来覆去的说 这就是这首歌的主词 大概就是建党的主题曲了 建党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要打天下坐江山 那老百姓 谁没打天下 谁就不能坐江山 老百姓被共产党打了天下 被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 老百姓只能是他的战利品 那这一点上 就是薄熙来最黑的地方 最不是人的地方 咱不是骂你 你真的不是东西啊 你敢抽你爸嘴巴 你爸被共产党呢 本身给迫害成这样 牛脸呢 你又说天下是老子打的 所以我们要坐江山 所以你是个什么东西 绝对不是个东西 而跟着一块唱红歌的人呢 你又成什么了呢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